鄧炳強在元朗區議會對議員發問 其是否是中共地下黨員身份時回答 我自己本人並非本港或海外任何政治團體的成員 時事評論員潘農凱表示 理論上鄧炳強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否認 但是他並沒有直接否認 那為什麼不是說我不是共產黨員 為什麼不可以簡單一點 但是其實共產黨員的地下黨員有個特色 就是不會承認自己的身份 所以其實這個答案都沒有什麼特別意義 就是說他可能真的不是 也都可能是 但是就算是他都不會認 潘農凱認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一國兩制 這個重要條件下 中國共產黨員的身份是沒有角色 沒有身份沒有活動的 因而算是一個秘密組織 潘農凱提到前民建聯主席曾鈺辰 也曾經被問過同樣問題 而曾鈺辰曾在六七暴動時期 就被中共吸收為地下共產黨員 他兩兄弟都是教育和新聞界 這些教育和新聞界是直接由黨指揮的 那時候我們叫做愛國學校 和大公文匯的報紙 現在很明顯大公文匯 經過中共的一些改組之後 現在和三中商在一起 是直接由新華社 就是以前的新華社 就是中聯辦指揮和控制 那你這樣也不是共產黨 潘農凱表示中共滲透香港各行各業 香港警隊受中共政法委指揮 有共產黨員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新唐人記者葉伊凡良珍香港報導 文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文字幕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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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願